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中国各地现在的粮占纷纷失火 这个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景象 这个景象的背后都是一种特殊的中国特色 据网络消息,现在上海、河南、贵州 都有大型的国家粮库失火 这些粮库的规模是非常巨大的 它们为什么会在集中起火呢? 还有呢,其实我们品尝识就知道 这个粮食是不容易着火的 因为你家里如果有一袋米的话 你很难指望它会着起火来 因为那个米呢,它是有生命的 就是说呢,它本身就有一股湿气 它不是像棉花一样干燥 粮食是很难燃烧的 别说它不会死火了 你就是点燃都点燃不起来 不相信的话,你在家里放一袋米 或者你放一盘的米 你想点起了火来,几乎是不大可能的 小麦呢,也许干燥一点 但是呢,也不是你就是点火就能燃烧起来的 也就是说,粮食要想给它重火烧掉 得虚意放火才行 而且呢,要放很多汽油或者其他的东西 才能把一个粮库给烧掉 稍微灰烬 当然了,中国的这个粮库在烧掉之后呢 它本来其实什么都没有 因为它为什么烧呢 就是因为它已经空了 就中共这个统治到最后呢 就像中国的任何王朝末年一样 一切都是空的 中国的历朝历代 到了王朝末年的时候 当面临最后的一番进贡或者打击的时候 当朝廷想去用那个库房里的银子或者粮食的时候 这时候往往去发现那些库房是空的 那些粮库也是空的 这就是中国特色 这是几千年来的中国特色 其实呢,中国这个粮库呢 纷纷失火呢,不是现在才有的 应该说最近几十年来都有了 最早的时候呢 中国粮库的这个面临上级部门 面临检查,那个来检查的时候呢 采取的是搬迁 比如说上级 你要是到河南去参观三个国家级粮库 OK 河南省委呢 把这个任务发给这个粮食厅以后呢 粮食厅赶紧就做布置 想方是要把大厅贿赂官员 给你商讨那个行程 比如说第一站先到这个开封 第二站先到郑州 那么呢 他就从各地调用粮食到开封 把粮库装得满满的 然后呢 等你参观完了 酒足饭饱在宾馆里睡觉的时候 他又连夜把粮食运到这个郑州 然后呢 可能再把粮食运到筑马店 都是用这种这个满天过海的这种办法 来对付上级的领导 因为中共呢 它各级机关也好 它的这个同级机构也好 它始终都是互相欺骗的 相互欺骗呢 是中共各级投入的一个最基本的生成法则 即便是在最根本的粮食问题上 他们也是习惯于互相欺骗 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互相欺骗 当然呢 那个搬运粮食呢 牵动的人多 后来呢 有些人呢 因为中间报酬各方面 或者车队摆不平 结果面临告发 所以呢 最新的办法呢 就是收买 比如说 如果中央来一个调查组 那么呢 粮占呢 就跟你商量好 怎么请你的客 怎么样给你们安排小姐 最后呢 让你们满债而归 其实呢 中国的粮占每年都有检查 但是绝大部分检查 都是在金钱美女 韭菜招待 这个过程呢 就完成了 也就是说呢 空空荡荡荡荡的粮库呢 都被报告上写成 粮食中的满满荡荡 中共历来都是这样运作的 不仅粮库是这样运作的 它各级金库等等 乱七八糟 所有的这个商户 都是这样运作的 但是呢 这一套办法呢 有时候不灵 就是面临着中央的检查 或者说呢 某些特殊部门的检查 或者一种特殊的联合调查组 比如说呢 习近平呢 这一次呢 为什么失火呢 很简单 这是憋到头了 也就是说呢 习近平准备打仗 那么他怎么办呢 他突然从军队里面 他突然调击一些人 都是互不相干的人 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 然后又很神秘的 开到什么地方去进行检查 当然呢 这个检查呢 比如说当地省委 他总能得到消息 第一时间就告诉这个梁战 梁战在走投无路之下 他不可能凑齐那么大的粮食 因为现在粮控都是空的 所以呢 他就只好只剩一条路 就是放火焚烧 反正烧了以后呢 然后再收买官员 官员就说呢 这个梁战已经烧了 这个死无对证 没有办法 不好处理 所以说习近平呢 也不能说 啊失火了 总把这个上场下 一帮头目都抓起来吧 所以这样的事情 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也是情侣即穷最后一招 这个呢 实际上不仅是良酷 以前呢 我们家呢 我们家呢 小时候住在这个仿制厂 那个仿制厂有八千名职工 是一个很庞大的企业 在七十年代 但是到后期呢 他每况愈下 他换了好几块牌子了 其实为什么要换牌子呢 因为他每一个牌子后面 都意味着他从银行欠了 数千万甚至上亿的这个贷款 他还不了 怎么办呢 他就来个金蝉脱鞘 但是呢 他又不能公然违反 中国的这个管理政策 经济管理政策 于是呢 他原来那个企业还在 他说我们现在把一部分工厂 出租出去吧 另外呢 原来企业还在哪里呢 比如说在一个象征性的仓库里面 还在那里面呢 保有一个 他说我们的财产都在那里面 他说你看 我们借了这个中国各级银行的贷款 一亿五千万 现在全部到仓库里面去 每次来 那就是招待一番 上级检查就是招待一番 真正的别急了 去检查 那就放火给它烧掉 有时候实在来不及 到里面一看 那个所谓一千 一亿五千万价值的 这个历年集成的布料 其实呢 都已经可以戳成灰了 因为呢 有些布料的都还是五十年代生产的 大跃进的时候生产的 根本就卖不出去的 十次价格的这个产品被退货的 或者是 其实呢 都是垃圾 比垃圾还要糟糕的东西 中共的各级仓库里面都是一般 要么空空荡荡 要么装满垃圾 整个中国实际上唱的都是一出空城气 根本就是都是在互相糊弄而已 还有一个消息呢 就说呢 这个澳大利亚呢 有94%的人 期望与中国脱钩 这是最新的民意测验 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因为澳大利亚呢 它的经济 它的出口有三分之一 是靠这个中国的 我们知道 澳大利亚呢 号称这个阳背上的国家 它的这个 而且它有地大五国 它的两个主要的出口产品呢 就是羊毛和这个铁矿石 但是呢 现在呢 澳大利亚人呢 却宁愿牺牲三分之一的出口 也要坚持站在正义里面 因为呢 这个澳大利亚坚持呢 要独立调查中共病毒的真相 得罪了中共 所以中共呢 就对澳大利亚拼命地进行威胁 不断地进行制裁 到最后呢 澳大利亚不为所动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是一个非常强硬的汉者 他说 不管我们付出多少代价 我们都要查清楚 这场病毒的来龙去谋 因为这场病毒危害全人类 我们澳大利亚绝对不能在这个立场上 有半步后退 所以我常常说 这个整个亚太地区呢 似乎有一些非常强大的国家 比如说中国 比如说苏联 苏联因为它大部分领土面积也在亚洲吧 而且呢 它已经被欧洲排除出了欧洲俱乐部 所以说呢 实际上俄罗斯呢 已经越来越亚洲化 还有呢 印度 还有日本 还有呢 伊朗 还有呢 很多甚至以色列 这些国家呢 都把自己当成亚太地区的老大 都认为自己非常非常的了不得 甚至就包括韩国 它都制成大韩民国 它都比你天下 至少比你亚太地区 但是呢 按照我的看法呢 其实亚太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呢 还是澳大利亚 因为澳大利亚的科技最先进 澳大利亚呢 的亲戚遍布全世界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新西兰 还有四十来个英联邦国家 都跟澳大利亚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所以说亚太地区 任何一个国家呢 都是不能够跟澳大利亚对抗的 即使美国 英国 加拿大 都说 哎呀 我们做影视 不再过问这个世界的事情了 把这个世界 留给你们其余的国家自己决定的话 我相信最终的大家呢 可能还要推选澳大利亚做盟主 澳大利亚可能就取代美国现在的角色 而不是中国 不是印度 不是日本 不是这个俄罗斯 也不是法国 甚至不是德国 不是意大利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因为以上我罗列的所有这些国家 都有天敌 跟它两个消耗 比如说俄国的天敌 就是德国和日本 这个中国的天敌呢 就是印度 日本 俄罗斯 然后呢 法国的天敌呢 那就是这个德国 然后呢 意大利呢 也当然有更多的这个天敌 伊朗的天敌 就不用说了 就是所有国家都有一个 跟它几乎势均力敌的天敌 澳大利亚没有一个天敌 所以说呢 要想使这些国家坐下来开会 恐怕还只有到澳大利亚去开会 他们能够接受的 唯一的这个领导国家 可能还是澳大利亚 更何况现在的澳大利亚 虽然人口不到三千万 连公民到居民 但是只要它的国民稍微开大一点份 那么它的国民可以翻一倍 两倍 三倍 四倍 达到一亿 不成问题 就是比起当年 英国称霸世界的时候 澳大利亚的条件 不知道要好多少倍 所以澳大利亚如此强硬 你就能看出它的国民的品质 也就是说 94%的澳大利亚人 宁可付出牺牲三分之一的出口 牺牲他们的这个美好的物质生活 他也要跟中国脱钩 他也要跟中国划情界限 他也要坚持惩办中国 所以澳大利亚人是很伟大的人民 有这样杰出的人民 澳大利亚必然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国家 还有呢 最近呢 一系列消息表明呢 很多国家都在暗中支持印度打中国 这些国家呢 包括俄罗斯加紧地为印度定造的飞机进行生产 还有法国也是紧急向印度提供了阵风战斗机 还有以色列也向印度提供了一些军火 甚至日本都表示要向印度提供这个军火 提供一些这个后勤海军后勤资源 派一些捕给舰去帮助这个印度 澳大利亚呢 甚至走得更远 他们跟印度达成了一个军港合作计划 也就是说将来印度的军事补给 可以借助于澳大利亚的军港来进行 这是深度的军事合作 也就是说呢 基本上这个世界呢 都站在印度一边 希望印度呢 把中国痛打一顿 保咒一顿 习近平如果知道这个现实的话呢 也许会自然而退 否则的话呢 他应该意识到 他跟印度作战就意味着 与世界为敌 他必败无疑 还有呢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这个 现在呢 中共硕摆武警 已经进驻香港 而且呢 他们穿着武警制服 据说呢 他们是武警的观察员 为下一批大量的武警部队 进驻香港呢 就是去了解现实 观察一下 然后呢 公安部呢 则发表声明 将要全力配合国安公署 在香港的工作 那也就是可能要派出 成千上万的武警 到香港去抓人 去镇压香港人民 所以香港的局势呢 将会日益恶劣 今天呢 不知道我这个 这个胸脉呢 老是掉下来 不知道什么原因 另外呢 大家可能听到 外面有不断的炮声 这是美国人在庆祝 这个国庆节 今天呢 下午 我特意呢 到附近 就是布朗克斯 转了一大圈 很多这个 当地人 就是居民 都在家里开派对 派对的规模都不大 大部分派对的规模呢 都是十到二十人左右 因为今天呢 也是纽约解禁的日子 最近几天呢 整个美国的这个 就是 就是确诊人数呢 迅速上升 从此前的 一个礼拜以前的 一千多人呢 上升到现在的五千多人 但是呢 不要害怕 因为你可以注意 另外一个数字 那就是美国的死亡人数 在之间降低 那时候美国的死亡人数呢 就是在有一千多感染的时候 那个一万多的时候呢 不一万多 就是两个星期以前 确诊数字一万多的时候 它的死亡数字 常常都是有两千左右 但是现在只有五百左右 也就是说呢 只有百分之一的 确诊患者上升 就是说这个数字呢 是差不多百分之一 这就意味着呢 它跟普通的流感的死亡率 差不了多少 虽然说呢 它可能感染的速度比较快一点 但是呢 现在美国人已经不害怕了 我今天出去发现 纽约的人大部分都不戴口罩了 我也只好把口罩给取下来 入相随俗嘛 应该说 我周围的美国人 从早到晚都在放 震农育儿的音乐 但是这个拉丁音乐很好听 然后就是在放炮仗 然后就是在开party 祝他们春节快乐 祝他们国庆节快乐 大家共享一个快乐的 美国独立日 好 谢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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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的收听